东湘族相传是13世纪时 陈吉思汉攻打花辣子魔石 从中亚鲁来的工匠后裔 陈吉思汉的后代继续攻打南宋和西夏 为了巩固后防 将这批当时的色木人 留在现今的甘肃省 兰州西南200公里的平级山区里 他们自称萨尔塔 因为位于临下回族自治州以东 时有东湘之名 全族现有50多万人 在中国的56个少数民族当中 人口数排第13位 我们东湘县它整个地理环境 就是处于我们甘肃的中部 它整个地质 就是处于一种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界 或者是国度的地带 它整个地形就是中间高四周地 这里有着别的地方看不见的独特景观 荒凉而寂静寸草不生 少了鸟类的栖息和静风来袭 这里根本不下雨 年平均降雨量只有320毫厘 仅仅相当于台湾梅雨季一天所下的雨量 更糟糕的是 大山一脉接着一脉 每座山中间隔着的竟是断崖峡谷 平均都在2000公尺高的居住地 谷地落差却有着几百米 甚至是1000公尺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